悉尼这边冬天也不是特别冷 所以依然会有很多花是开着的 各家的院墙通常前院的都比较矮 所以花花草草亦览无余 出门溜弯的时候顺手拍了一些 拍的这些所有的都在悉尼 这个没错 但是悉尼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仅仅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还是一小角 上网查了一下 悉尼的面积有1687平方公里 都会区的面积也有1200多平方公里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查了一下 新加坡的面积大概有700多平方公里 香港的面积大概有1100多平方公里 就是说悉尼是比新加坡香港都大 悉尼东边是海 往西是内陆 所以气候也是有些差别 这是一种 龙蛇蓝属于比较好养的植物 也挺好看的 之前有提到过悉尼的海滨步道 好几十公里长 这是其中一段 这一段一般的游客也不太会走到这边 主要是当地人在这休闲锻炼 悉尼有挺长的海岸线 海水里自然会有很多的海洋生物 对于这些东西呢 有一些是可以吃的 也是可以捕捞的 但是有规定 基本上谁都可以去钓个鱼捡个被 它是要遵守规定 首先就是要买个捕鱼证 可以只买一天的 也可以买很多天的 然后您就具体看一下 您所去的那片海的海边上 一般会立个牌子在那 相关的规定就会在牌子上 一般都标注的挺清楚的 这种房子总是给我一个没完工的感觉 其实已经完工了 都住人住了好久了 黄色的花是福桑 福桑在这可以长成很大的树 红色的是茶花 这个季节有很多茶花在开 贴墙而立的是三角梅 看一下这一家 这一家的植物有特色 种的这些植物还挺好看的 这些植物还好打理 在这些植物里面的背景中 有一些植物里面的预旋 超人的预旋 是很好的 它新鲜的预旋 就是那一家 里面的预旋 也有下面的预旋 amm 预旋 您或许已经发现 门前的花花草草很不同 房子的风格也不一样 这些房子应该是建子不同的年代 有一些估计的上半年了吧 看这一片澳洲石湖 就这么种在地上 他家好有钱 这个东西不嫌疑的 开个玩笑 估计时间长了 慢慢就长成片了 这个季节橘子橙子之类的正在成熟当中 这也是颗茶花 白色的是杜鹃 看这一片 哇 这几户人家把路边的绿地全部种成花了 树上还挂着 门前的绿地属于公共的地方 并不会计算在各家的土地面积里面 但是归各家来除草 就是要管理这块 你不能让它长得杂草丛生 那康草可能就不干了 大部分人家门前的绿地就只是草 这几户把它种成花 当个花园 真的也挺好的 我说的这个门前公共的地方 是指院子门前不是房子门前 房子门前还是属于自己的 但院门之外就属于公共的了 总算有点秋冬的感觉了吧 这一树红叶和落叶子的枝条 这感觉像是冬天了 这家的兰花就这么放着氧啊 那些灰兰下头都存着水 都积着水呢 可是叶子也挺好 这我还真没敢试过 我的灰兰虽然也在院子里可以淋雨 但至少下面是排水的 我可没敢放个盒在那接水 这是树兰 树兰也有不少人家门前有种 这是咖喱树 这会儿认识吧 这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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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